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换成实地的话 那白皙全局的这个目数恐怕难以跟黑棋相抗衡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白皙的右边大概有十木齐十一十二木 十二木 左下角有十十一十二十三木 十三木 这两边是二十五 上面的话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 大概算成十八木齐左右 也就是白棋现在全盘四十五出头 那黑棋的话 右上边八木齐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六亩 这三块加起来大概二十目齐肯定是有的 那刚才我们说白棋全盘是四十目刚刚出点头 那下面如果黑棋围上二十目 也就是这一线围到这一线的话 就已经二十目 然后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二十七 这一袋如果说这边不算空的话 那就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十四 所以如果这样黑棋全盘 假设轮黑棋下 比方说往这里补一手啊 就是比较本手的这个补法 黑棋已经全盘有五十多目了 再加上对于白棋说 比较讨厌的是 这块棋即使它走了一手 也只是说离回家的路更近了一点 但并不代表它完全就活了 所以这边其实多多少少 我们刚才给白棋算了 大概有三四母棋 但是这个空其实还是 不一定完全就算是白棋的 假设以后黑棋要攻这边 比方说我飞一个 就简单飞一个 问你你围不围 如果说你要围 那这块棋还是欠着味道 那黑棋这边可能它又有继续 攻击你 然后顺道再围个几目棋 也是非常现实的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白棋如果说自补一手 已经是实地告急的话 那它肯定要想一些 比较超出正常这个思维的下法 当然全局的聚焦点 就自然地放到了下边的黑棋 这块棋 白棋要怎么能够做到 能够把这块棋很好的 有手段进去突围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爱好者在对局的时候 会有一个烦恼 就是看着对方的这个空 眼看着就要围起来了 明知道这个棋应该打入进去 可是又苦于没有招法 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下 所以这些时候呢 就会感到很苦恼 这个棋抓不到自己的这个重点 那么这些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看高手 他们是怎么在这些局部施展的手段的 从棋型上来说的话 白棋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从这掉一个 还有呢就是直接打入 这两个下法 其实对于这个白棋 或者说对于黑棋来说 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区别 如果直接打入的话 黑棋肯定是坚定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左边的这五个字 其实白棋现在脱先 是处于一个非常固分的这种下法 但是因为对于胜负的一种判断 现在只能使出胜负手来争一下 所以其实唐伟心 他在这个后半盘当中 是非常有韧劲的 也就是说 他其实的 他的胜负心很强 他在自己 对于这个有了一个明确的 刑事判断之后呢 他的这个下法 会有 让对方会感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此时呢 对面做的是科捷 对科捷来说 你给到我的这个压力 他会如何还回去 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看的一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战的下法吧 白棋 拖一个 从白棋这个三线上一拖呢 就能够感到白棋迫切的希望把这个打入变成能够尽快的生根做活 而不去影响到左边 这当然是白棋的想法 同时呢 白棋也是问一下你黑棋 看你怎么选 现在给了黑棋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从里面搬 如果保守一点的下法的话 从里面搬也不失为一种 可以把自己主要的这一方控 把它围上的一种选择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数木给黑棋在这一带 虽然没有数到这一线 但是至少呢 给黑棋算了有个七八木棋 假设黑棋是这么下 然后被白棋二路飞过的话 白棋自己还待着木 所以如果选择保守一点的下法 黑棋觉得 不满意 似乎让你白棋得逞了 我又不能强调这个 你这边过分了 所以呢 实战 黑棋的下法 也是非常的 有魄力 所以 丝毫不给白棋面子 往里搬 你想要打入进来 那么我绝对不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你是过分的棋 那么我就要充分的去考虑如何惩罚你 这就是黑棋给出的态度 白棋当然要尝 其实选择这个局部来给大家介绍 并非是因为白棋的这一部棋有多么 多么的出彩 而是想通过这个局部双方的这样 你来我往之间的这种构思呢 想展现给我们企友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棋谱的时候 如果说是不经意间去 以这种很随意的浏览方式的话 我们未必会去深入到 这个一个局部聚焦到一个关键的胜负处去了解 去揣测高手他们在对局时候的这种思路 但是其实我们在欣赏对局的时候 高手对局的时候 恰恰是这种思路 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去借鉴 因此当白棋长的时候呢 可以棋下的十分的冷静 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作为支撑的话 我想大多数的棋手是不敢放任 把对方往自己的这个主控力赶 这一点是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但是实战呢 科姐就这么想 摆出了一副 你有胆量打进来 那我也有这个气吞山河的这么一个气魄 很有意思 当然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因为左边白棋这五个子 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假设这边有白棋 我相信黑棋即使有在这个熊壮的胆量 也不敢这么去下 毕竟这个风险指数太高了 可能如果白棋碰起来的话 可能黑棋就会选择搬这边了 因此呢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白棋拐 白棋拐 虽然我们说白棋是力求尽快在这个下方生根 而不去射击到左边 但是黑棋的这个搬了一瞻 这逼迫白棋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说你走在这的话 哪怕它往这个天上一飞 在这个局部做不出两个眼 只能往外跑 黑棋逼过来 白棋靠压一下 我们看到白棋的这个招法 其实它的意图很明显 如果说我在这边寻求生根不成 那我就尽量往这边贴着走 白棋的目的就是不能往这边 我靠近了这边就意味着 黑棋从这顺道穿插过来 那白棋被一分为二 这个棋就很难处理 所以它的棋就尽量往这边贴着走 恨不得就是下一步就直接碰上来 诸如此类的这种下方了 而作为黑棋来说 我们看黑棋的这个下方 也是不吉不许的 我就是这么 给你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感 但是呢我又不是 像这种很直线的去要吃你 要杀你 让白棋很难受 但是白棋也没有办法 没有更好的办法 它只能跟着往外出去 然后搬一个 其实我认为相比白棋的这个拖进来的这种下方 作为黑棋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种应对和作战的构思的话 就更值得我们来借鉴 这是因为 其实白棋这个下方是出于一种对胜负的判断而下出的胜负手 这是受限于这个局部的或者说特定的一种场合 但是作为黑棋的这个构思呢 却非常的有意思 它能够放任让白棋走到自己最重要的这个主控当中 有这样的胆破再把它放出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它不是说要去吃白棋 它每一招 比如说我跳架在这儿 你要是不走的话 你要是直接跳出来 我就把你挖断 它逼得白棋只能从这边下这种俗手 让黑棋顺势出头 这些棋都是在自然而然之间黑棋把头走了出来 一步一步的离这五个子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高手棋的时候就会发现 它们的棋其实是很自然的 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就像上个世纪日本的六朝当中的武功正术 九段它的琴我们都说它是宇宙流啊 它喜欢把其天马行空的下在中间为大模样 但其实武功九段它自己为自己的这个棋风呢 给自己的称号是自然流 它强调的是自然而然的去顺其自然的唯控 而不是说去特意的去以一种特定目标的 给自己一种局限性的这种方式去唯控 所以这种思路呢才是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此后呢白棋也必须出头 这边两个非常损啊 把黑棋撞后了 但是依然还要出头 如果你不走被黑棋尖住了 接着再一阵 后面实战的进程呢 白棋也是比较苦 那因为这五个子面对的这边软头 出头呢也不现实 做活呢又苦于眼味没有弹性 所以最终呢这番棋还是黑棋获得了胜利 当然对白棋这个胜负心的下法 也是他的勇气可嘉 作为黑棋来讲的话 我们欣赏到他这样的一种 对于对方打入进来 不紧不慢的 就是整体的一种 结合全局去构思的下法 还更值得我们欣赏 好的各位旗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部下法 请各位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还是在布局阶段 可以趋于下棋的空间很广 这边手脚分头夹击都可以选 现在呢轮到白棋下 白棋唯一有点担心的就是 这一块棋还不是很好很安定 如果说黑棋要攻他的话 从这边进来灭眼 白棋还要往外跑 其次呢这一手棋 其实作为攻击的这个整体的 要点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被黑棋长到这一下 白棋如果贴黑棋长白棋粘住 白棋担心的问题就是 有可能要被黑棋 这两块分而攻击 假设形成那样的局面 那么相对来说 在旁边上这些手脚和拆边的价值 肯定就不如在这边走起更大 比方说下棋我们打个比方啊 比方说白棋 手个脚 然后黑棋这样长跟你交换一下 然后再拐过来 这样这块和这块连不上了 那白棋到底要处理哪一边 这边也很困难 下一步黑棋从这边靠出来 也是非常现实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棋 或者说在判断一盘棋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 不是鼠木 而是先看一下后保 全局有哪些地方 有孤棋 有欠着手术的棋 这些棋都是需要去 算上这个木树的加减的 所以这也是 如何来 教会我们 怎么来判断形式的一个关键 只有你抓住了这个全局的 一个要点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你的下法 那首先我们看到了这首棋 如果被黑棋走到的话 上下两块棋 有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非常被动的境地 但是现在白棋 如果自补一手 往这吃一手 又显得整个的棋行 从子力太过于重复了 效率低 跳呢 其实意思也差不多 总感觉白棋 这一块棋 以后其实黑棋还是有 比如说我搬了打吃 还有可能把你继续分段 这样的手段 所以从这边出头 感觉没有很好的补上 那一手棋补进呢 又嫌子笑太过于低下 白棋有什么办法 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这个下棋 有些时候你单纯的去守 它是不行的 那以弓为手呢 是更为积极的下法 那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考虑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 关键的聚焦点啊 放在下边 黑棋这块棋上 当我们有了在前期 对于这个形式的判断 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 白棋此后这个下法的意义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对局者都是 我们国内非常年轻 也是非常优秀的棋手 黑棋呢是谈笑棋段 白棋是孤子豪舞段 两位都是进入到了这个 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就是这盘棋呢 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分量 是在2016年底进行的 春蓝杯的半决赛 那能够进入到世界大赛的 这个舞台啊 半决赛 这么一个等级上 可以说这盘棋 双方也是会非常的看重 非常的重视 因此呢 所以所下出的棋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必然是使出自己的 全身的这么一个力量 接着我们来看白棋 聚焦到了黑棋下边的 这一块棋以后 仔细一看 虽然黑棋子多 但是呢 它的这个形状 其实还是有很多 可以去挖掘的东西 首先 对于这种飞的形状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试着培养自己 对于棋心的这个感觉 就是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棋 跨段成不成立 黑棋 挡住 白棋断掉 当然如果说白棋想通过这个跨段 把黑棋分开 是成立的 但是 这个棋把它分开 是不是作为白棋的最主要的目的 或者说 白棋把它分开之后 有没有更好的后续 这就要我们去 再进一步的去思考 假设现在黑棋贴出来 黑棋一般 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了 现在呢 是 其实是出现了一个 争子问题 就是 白棋假设这么下 会被黑棋吃 白棋跑的话 黑棋吃在这儿 相信有一定水平的汽油 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这其中的问题了 白棋跑 我就从这儿 继续吃 跑我就吃过来 然后提了 蒸子 白棋被吃掉了 所以 贴是不能轻易走的 那如果单肠呢 单肠白棋要担心的问题是 黑棋如果说直接飞进来 能不能够吃掉白棋 那现在因为 这边 黑棋自己这两个子 他的气也不是很宽裕 所以 未必有这样的这个 胆量去下 但是这其实 如果真的要这么下的话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 假设直接下成这样 黑棋它可以 强撑住 把这个顶过来 这边白棋两气 黑棋有三口气 那如果 白棋在这一带 长气有没有用 黑棋收住 顶完 断了还是可以被顶住 这里面 需要去计算的东西 实际上是非常多 所以白棋 如果直接从这儿 跨断 未必会给自己带来 很有效的这个 后续下法 虽然 如此 但是呢 我们还是 应该把这个 跨断介绍给大家 就是对于 我们 常说的这个 奇感的这么一种 培养自己奇感的 这种方式吧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 可能会有 其有 经常会面临 这样的困惑 就是自己的 这个力量 觉得不够大 经常在中盘作战的时候 就会吃亏 明明觉得对手很过分 可是你又抓不住 他的这个问题 下不出 很狠的气 这当然是 因为你的 没有这个 力量作为 一个 没有你的 计算作为 力量的前提 条件 那这个 计算怎么练呢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 讨论这个问题 成年的爱好者们 不喜欢做死活题 这么枯燥 单调的训练 那么只能通过实战 去提升自己 但是 嗯 必须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现在的 顶尖高手 他们依然会 把这个 做死活题 当作是自己 每日的这个 必修的功课 那其实也不是说 嗯 他们去 要强调 做死活题 重要性 其实他们是想 通过 做死活题 来 不断的 让自己对 棋的这个 形状的熟悉度 敏感度 包括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棋型 那但是有很多棋 你是在 做死活题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 涉及到的 这些形状 就比如说 这样的形状 我们告诉大家 首先 如果说 你要想突破 对方的话 你的第一杆 应该是在 靠段这样的位置上 这种棋 很难会在 这个死活题当中 会遇到 所以我们 其实有些时候 来欣赏一下 这种实战的 片段啊 中盘的这种 攻防技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不过这盘棋 比较特殊 那如果直接 跨段的话 未必有力 白形呢 它下的 非常的狠 它先点一个 其实这个点呢 也是在为 跨段 做准备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 下棋就是这样的 你会 先有一个第一杆 然后你会围绕着 这个第一杆是否成立 来展开计算 这一点呢 其实跟现在这个 人工智能的运算方式 非常相似 以前的人工智能 为什么多年 未能够战胜 人类的顶尖棋手 只是因为 围棋本身 361个交叉点 它其实 在数据运算当中 就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数据量 以前呢 人工智能 只能通过 全局的 穷进法 来下棋 那这样的 这个运算量 可想而知 但是 现在 我们看到的这种 有如AlphaGo 这样的人工智能 它的强项 其实就是在于 它有一个 价值策略 我们说它有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 是在这个 奇谱 学习奇谱之后 可以自我对立 这样的一个强项 另外一个强项 就是 价值策略 这个价值策略 就是 它能够 在一个 全局 比较大的 这么一个局势之下 能够聚焦到 一个区域 比如说它现在 在这个区域 它认为是 全局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它会 缩小自己的 这个范围 然后在这个局部 进行深度的计算 这样很显然 就把它 全局 重进法的这个 难度 降低了 降低到了很小 而且也提高了 自己的准确率 当然这是 计算机的算法 我们人类 不可能达到 像计算机那样 拥有庞大的 数据量进行计算 但是呢 作为人类的 这种思维方式的话 其实 多少是会 与我们刚才提到的 计算机这种价值策略 是很相似的 其实计算机也是 在模仿人类的 思维方式 在进行计算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白鞋这个 点进来 它其实 就是围绕着 我们刚才说的 靠段这首棋 可以来做这个 运算的 如果直接靠段 不成立 所以它先点一个 点在 同样这一点呢 其实也是点在 黑鞋的这个 腰眼上 让黑鞋很难受 黑鞋想了想 好像也找不到 更有力的这个方式来 处决白鞋点进来 如果说走这儿的话 可能白鞋脾气不好 直接跳下来 或者点了一场 诸如此类的下法 然后 白鞋再一靠 如愿以偿地走到了 这个靠段 这就是我们说 白鞋整体的这么一个 意图了 贴出来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没有先前 对于右边的 这么一个判断的话 白鞋假设 平白无故 从这儿走出来一块鞋 即使是跟黑鞋 这三个字 属于一个对攻的状态 也未必就是 很有价值的鞋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鞋这么下 毫无疑问是很成功的 因为它 把黑鞋分断了之后 让黑鞋多了一块骨鞋 然后自己 再顺势跑出来 这样大家应该能够 理解白鞋 整体的这么一个构思下的意图 它就是 让你有块骨鞋 我们互相牵制 那么你也没有空来 冲击我自己这边 比较薄弱的地方 同时呢白鞋 还能够下一个 这个地方还有 诸如此类冲断的下法 黑鞋这一块鞋 如果轮白鞋下的话 黑鞋也没有完完全全的 是摆出静活的这个姿态 因此呢 这就是白鞋 以公为首 率先发现了黑鞋的问题 并且找到了突破口 最终呢 还顺势把自己 这边两块鞋一连 这样整体的构思 从构思到具体手段的实施 都是非常精彩 也可以说 最终的结果呢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 这样白鞋的下法呢 就奠定了在这个局部的成功 好的各位旗友 这盘旗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